大家好我是Pitter,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Pitter跟著Pitter一起轉 帶大家來看市場上整個狀況 還有這個币圈的消息 馬上帶大家來看 首先來我的推特 大家知道推特是重要的 然後推了完再次Discord Discord完才是YouTube 所以我們看一下 OK我們剛才又發了一個Videos 還有一些新聞出來 大家來看 在這所有的YouTube的更衣件 不是才會分析 不是才會建議 不是才會顧問 這也就光照風險 我們來看一下 DimAnalytics 1億2千9百萬 1億2千9百萬 前天1億8千3百萬 所以1億2千9百萬 今天其實我覺得 我幾乎還是在1億左右 我來看一下币圈的狀況好了 整個币圈 OK比特幣這邊稍微有一點20小時 這邊稍微有一點直跌 剛才應該跌到2萬9千多 那以太應該跌到2千2百五幾 那這地方也是稍微做了一個回檔 USDT這奇怪 USDT這會不會暴跌 我不曉得這發生什麼事 USDT看這邊竟然暴跌 跌到這裡哪裡 這有一點問題 USDT看他跌到這 0.995997 可能大家這邊換東西 換之間然後馬上往上走 大家知道這個LUNA跟 USD出現問題 只有整個市場相對現在是比較震盪的 比較嚴重 你看大部分的幣都回的蠻厲害的 你看24小時24小時都回十幾個percent 你看如果看USD USD這個穩定幣回了46% OKUSD這裡 你看TERAUSD 就是USDT回了46% 兩個低點 兩個低點跌到0.29 天然稍微往上走 那我不知道這個要怎麼樣收拾 另外還有這個LUNA LUNA TERA LUNA TERA剛才跌到0.0幾 這是蠻扯的給大家看 從之前之前入高位 如果大家看之前高位從90幾 80幾90幾開始下跌 就開始80幾80幾 人家出現這個消息之後 一直回一直回一直回 回到剛才晚上7點多 8點9點是0.85 0.85是什麼概念 之前還116 4月份還116 剛才調0.85 所以有朋友拿一個那種short 在116放空 那放剛才賺了800倍 賺800倍 如果你1萬塊的話就賺800萬 這個非常扯的一件事啊 我覺得LUNA是非常扯非常扯非常扯 三次講不三次非常扯的一件事 那麼講看一下FREE FINANCE FREE FINANCE目前為止的話 整個大部分的價格 這個是週我們來看一下24小時 如果大家看這24小時這邊數據的話 剛才跟大家講啊 現在是整個量稍微往下走 量往下有價格到這個地方 價格有機會往回走 那這個Number of Decreased Listing 那大家就是不太List 沒有什麼東西在賣之外 可能遊戲已經賣了 或大家就覺得不想賣了 那本身的價格現在是慢慢往上漲 那你看我們剛才跟大家講 大家來看一個一個看吧 我們這邊剛才跟大家講過 這邊不再講啊 OpenSea打開OpenSea裡面 我OK 第一個BYC 你看BYC下94 我看一下BYC94 在街球線之前是便宜的狀況買啊 我想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践踏狀況有多麼嚴重啊 100多個EATS 現在100多個EATS在賣的還好 這邊有一個120EAT 120EATS要買110 5L還好 5L還好這個整個 我覺得他保值還是相對保值哦 你看這邊160EATS要賣119 那當然這個26 你就可以賣100多啊 這無所謂啊 這差不了多少 3個EATS賣121 OK 這邊有1.4個EATS 這邊啊 有165個EATS要賣124啊 這這等於就是 認賠這個也是142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都是在買地啊 之前買地的時候 他們進來買猴子 猴子為了要抽這個中心的地 中心地抽完之後 他們想放出手賣啊 那當然我們講猴子中心地 猴子中心地這邊 如果看交易的狀況 目前為止2.97啊 2.97其實他已經跌破了 之前的 價格之前 如果你說猴子的成本應該是3.15 3.25 3.25 你現在哎 這不準啊 這不準啊 你看Activity Activity這邊是3.7哦 4哦 3哦 這邊還有3 2.99 2.99 Coda大概是28吧 Coda大概賣28 3左右吧 那15這個應該是coda 哎這一個coda20去避到coda這個賺到了哦 耶 20去避到coda這個賺到這個賺到 37中之內的時候賺到20個避到coda ok啊20的話就真的很賺哎 你看如果他20的話差不多是4萬多美金就買到coda coda是將來肯定是一個 這邊有個17.39 將來肯定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標的5啊 你看這次coda 在我們看一下Azuki Azuki 我們剛才拍vd的時候大概還有9個億的 目前為止看起來整個市場回的還是比較深呢 你看這邊7.5啊7.9 市場還是一直在回啊 那昨天看到有110幾個ease買的 然後賣在50等於最稀有最稀有的 就拿出來賣 你看這個賣30這個應該是非常非常稀有啊 Azuki之外看一下哦 pxn pxn有朋友問我在我可不可以進去買 這裡啊可不可以進去買我想要抄底也進去買 我覺得這個地方大家還是先看一下吧 因為市場目前為止整個不管是幣圈跟圖圈回檔的機率還是大過往上走啊 那大家如果之前賣就賣了 如果手上還沒賣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 哎你是不是覺得未來的事會持續往下灌 那你這邊可以自己做些事 你覺得啊我這一波應該忙差不多了 還會往上走 那你就大家可以再等一下 那這邊我不建議大家現在衝進去哦 我覺得如果你要拼開圖開稀有的 yeah i don't think so 我還是會等啊 如果真的喜歡的話我會等等他開完圖再進去 那Beans我之前講說大概是2億左右 現在回到大概0.9啊 這大家自己要判斷啊好不好 Azuki我覺得讓大家自己判斷我們再多講啊 沒有了沒有了 這邊有朋友問20以下 我覺得20以下是一個不錯進場點啊 如果我覺得說整個猴子 跟變種猴跟無聊猴在整個NFT的圈子裡面來說 還是一個 無可取代的存在 他的地板大概就20哦 因為曾經到16 16 15 16但不久啊 你看3月初我們最早講3月10幾號這個是低點 那現在差不多到那個低點在20左右 不知道他會不會再跌 再跌能跌多久我不曉得 但這邊有一些成交去变19可以变到18可以变到 所以他基本上17 所以他價格其實已經跌到20以下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再觀察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自己可以做一些 決斷了 DoodleDoodle目前為止價格稍微還是 很堅挺啊 你看只9 19 20 18 18 前兩天跟大家講的時候大概是16左右吧 然後價格 哦忽然間崩 Azuki這件事一出來之後價格一往上走 大家錢 Azuki的錢就跑去買其他東西啊 Doodle肯定是其中之一 那OK Bare OK Bare這邊也是跟大家講啊 之前我覺得從高位這個地方 前兩天跟大家講 我不要追啊 讓他回啊 前兩天我在這邊感覺 還是有點高啊 如果沒記住應該是 也是差不多100多個 100多個Sower 你看這邊138 我不知道為什麼買140個Sower賣138 不知道什麼邏輯 賣140賣138.8 這買124賣170這還可以啊 對這個蠻妙的 你看這個買145然後賣156 這個你看買160賣166 這個有點喜哦 你看買169賣170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邏輯啊 OK Bare後面當然是有一幫大佬在吵啊 另外MOONBERT MOONBERT之前跟大家講說 MOONBERT是一個不錯的存在啊 這邊我覺得大家不要追啊 等他回吧 因為他看有沒有機會回到20以下 這個地方20看起來是一個支撐點啊 20以下的話 再來應該看多少 我覺得可能10哦 如果20跌破 看不知道會不會接到10 我覺得機會不大啊 20到10稍微有點深 機會不大 但是如果你看這邊 嗯 沒有什麼稀有 哎呦這個活的就24啊 你看這個戴帽子也要24 最普通什麼都沒有的20 什麼都沒有的20 戴帽子叫2122 你看太空貓27 骷髏27 有沒有朋友骷髏的啊 骷髏是比較稀有啊 看過去的交易一樣 哎20個億過去交易量 哎過去一個小時交易五個五支都有幾個億 才可以啊地板啊 過去兩小時交易10支左右 你看我覺得還可以啊 我覺得這個MOONBERT如果大家liquid自己可以判斷一下 那當然有clonex啊 clonex我們很多大佬 有很多朋友有clonex啊 我們Twitter space的朋友也有很多有clonex的朋友 哎 clonex稍微回哦 這高點 但我覺得主要是因為他的這個autofact還有他鞋子發呢 還有好多好多的東西 那等於是這個東西全部都發完之後 這個現在一個在實際的回檔當中啊 但13 14 我就會不會回到10 不曉得 我們看吧 但我覺得這個地方如果大家進場的話 先別擠啊 我覺得還是稍微觀察一下 看一下整個大事 那當然币圈的部分 這塊我覺得要等到一個支撐啊 我覺得币圈圈圈相對還是會有一些影響啊 看這一波比特幣在3萬這邊有沒有辦法站穩 因為比特幣從剛才 這個之前這個在3萬左右 第一次29000 那第二次再碰到一次29000 我覺得這個地方 這應該是一個貝利的狀況啊 看這裡沒辦法往上走 不曉得看大事看後事有什麼狀況 剛帶大家看一下市場啊 那除了币圈之外也是圖圈的部分啊 那整個狀況有些不錯的項目的話 那大家持續要關注好不好 那也是進場點 大家要放在心裡面 那些項目我想要買哪些 這個trade 我也想要買有興趣 大家持續關注 那你覺得我視頻帶給你加值 請關注推特加入discord 按燈燈燈燈燈 訂閱訂閱 把贊 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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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Cheers 拜拜